第841章激情四溢 此前一行三人杀了一个铁狮帅 木叶分道的战功有一万多点 差不多勉强可以兑换一道金色零千的样子 按照斩杀铁狮帅的收获推算 斩杀金狮王得到的战功哪怕很多 应该也只有几万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斩杀金狮王的收获比预想中要多得多 这应该跟金狮王是无双大陆狮获源头有关 解决了金狮王 等于是扫清了狮获最大的障碍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如狼四虎般的九州修士源源不断的赶赴而来 想必用不了多久 整个无双大陆上的狮俗都将被肃清一空 紫薇道公千年来的夙愿也终于可以达成 听到蓝紫衣的问话 路叶头也不抬 想要的话你拿去 蓝紫衣果断拒绝 免了 凭他的眼力 自然能看出这段长得不凡 可东西虽好 也要有能力拿在手上才行 金狮王最后的惨壮丽丽在目 他岂能不知此物 绝非他现在能够掌控 这边的大战激烈非常 早已吸引了不少在附近的九州修士前来查探 但在尘埃落定之前 却是无人弹敢靠近 主要是那战斗的余波太过吓人 此刻大战结束 倒是有不少人露面却也只是远远观桥 零有随意上前 陆叶继续查探着自己的战场印记 印记之中有几道讯息残留 略意查探 发现竟是四师兄给自己的信息 一番交流 陆叶者才发现 原来李霸仙和风月产也来到无双大陆了 想想也不奇怪 回天古灵地那边是有天机柱的 既有天机柱 那自然就可以连同无双大陆 这一次云和战场之上 几乎所有天机柱处立之地 都打通了与无双大陆的通道 就是方便九州修士进入此地灭杀失足 不过李霸仙如今只知道自己在紫薇道宫附近 至于具体位置就难以说清了 毕竟他对无双大陆一无所知 忽然来到此界 哪里能知道自己的位置 而且眼下正是杀失足获取战功的好时候 也来不及打探太多的情报 此师兄在紫薇道宫那 陆叶不免有些奇怪 不过很快像是想到了什么 心头是然 这边正与李霸仙传讯交流着 一生见明便如雷音一般有远即近 迅速略来 眨眼就到近前 见光脸去 露出两道身影 一是穆青云 二是花瓷 得了兰子义的球员 花瓷便立刻动身朝这边赶赴 不过他一个衣修独自赶路自然多有不便 穆青云便主动护送 身为剑修 他的速度无疑是很快的 此刻正好带着花瓷赶到这里 怎么又伤得这么重 看着一身狼狈的陆叶 花瓷连忙上前便要查探他的伤事 先看看巨甲 我没什么大碍 陆叶指了只躺在旁边的巨甲 花瓷汗手 来到巨甲身旁 一番检查 催动灵力替他医治 你们这是 杀了金狮王 穆青云看了看残留的战场 还有一旁失手分离的躯体 后知后觉 尽管没有亲身参与 可只从三人眼下的伤势 在结合战场残留的痕迹来看 便知这是一场苦战 一时不免有些懊恼 这样的盛事 自己竟没能参与 着实有些可惜了 但他之前中了本源失读 急需花瓷解读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只能说时运不济 这边盲目之时 魂天圣殿秘境内外 诸多失足惶惶逃窜 九州修士连同道工与据点修士门追杀不止 魂天圣殿是失足在无双大陆最大的根基 金狮王常年在此沉眠 三大师帅也不离左右 见如今 金狮王被斩 三大师帅被先后剪除 残存的普通失足当中固然还有一些强者 可已经难以翻出什么浪花了 被赶尽杀绝是早晚之事 道工所在的战场之上 仅存的一艘翔笼中悬浮在半空之中 气息虚弱的旁幻音一边默默恢复 一边站在船弦边眺望下方战场 目眩神尺 叹为观止 之前一场大战 他几乎战至历劫的程度 灭杀的失足数量比他以往杀的加起来还要多 如今虽还有新杀敌 却是在无余力 只能先且恢复了 较老的情况比他好步到哪去 一老一少望着下方的战况 神情虽疲惫 可谋中却溢满了心然 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肃清失货的一天 紫薇道工千年来的坚持和努力也终于有了意义 直到此刻 依然有零零散散的九州修士 自那一道道门户之中窜出 加入猎杀失足的大军之中 焦老其实是有些好奇的 公主 这些九州来的客人们好像对灭杀失足很积极 他们之前难不成也遭遇过失货 何止是积极 简直是激情肆意 最开始九州修士刚从那一道道门户踏足此界的时候 其实是出现了不少死伤的 但这些挫折根本没能阻挡住九州修士们杀敌的决心和热情 站在萧老的立场来看 这些九州修士大概跟师祖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副是要将师祖赶尽杀绝的架势 导致现在杀敌的主力都是这些外来的客人 反倒是土生土长的道工和据点修士们成了陪衬 有师祖往外顿逃的 那些九州修士也是不依不饶 追杀不止 渐行渐远 并非如此 不过他们灭杀失足 好像可以获得一种叫战功的东西 庞幻英开口解释 这是他还是不久前听花词说的 因为之前他关下方战场 九州修士的数量虽然很多 但基本上都结成数量不等的队伍形式 难成军事 他有些担心如此一来 九州修士这边军心不稳 一旦遇到太大的挫折或者太强的敌人 极有可能会溃散 从而引发一些极为恶劣的后果 但花词却让他放心 九州修士哪怕不成军阵 面对失足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溃逃 因为有战功这种东西在驱使他们杀敌 而这是比任何方式都要有效的动力 战功 焦老狐疑 九州修士好像可以用战功去兑换各种各样的修行物资 总而言之 这些失足对他们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猎物 焦老隐约有些明白了 原来如此 放眼整个无双大陆 魂天圣殿这边此刻无疑是最热闹的 这里是失足的根基 失足数量庞大 九州天基在这里打通的门户最多 纵来的修士数量也最为庞大 两方交锋 自然打得热火朝天 但其他三处人族秘境所在 也并不寂寞 此根被陆叶安置下的天基柱 据多吞噬秘境地脉的力量仗成处立 由此而引发的结果便是地脉枯竭 三大人族秘境彻底暴露出来 再不能如以前那样游离在虚空之中 不显人前 门户洞开始 无论银蛇谷还是须泥山的修士都慌乱无比 因为在过往的千年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逆境游离虚空是他们这些年安稳生存的根本 如今逆境险形 门户敞开 那他们就再没了以往的依仗 由此引发的慌乱可想而知 门户险路的动静是很明显的 很快就吸引了附近的失足 逼不得已之下 银蛇谷与虚弥山诸多修士只能硬着头皮影笔 正如陆叶之前所想 时候到了 这两家哪怕再不情愿 也不得不主动加入对抗失足的阵列之中 至于紫薇道公这边 情况更糟 银蛇谷和虚弥山最起码根基上在 面对从四面八方不断来袭的失足 修士们只需要守好门户即可 还算有相当强的防御能力 可紫薇道公这边就不成了 之前旁幻因几乎将道公所有能出战的力量全部带走 留下的具都是一些没有多少战斗能力的老弱病残 甚至没有修行过的普通人 面对如此灾节 道公这边如何能够抵挡 一旦让失足冲进来 那留守道公的所有人都得死 就在这危急关头 一道道光芒流转的门户 忽然在道公秘境附近洞开 门户的数量自然不比魂天圣殿那边 可从那一道道门户中走出来的修士数量也不算少 每一个修士在踏足此地的瞬间 都有一道信息在新田深处炸开 让他们心生明悟 守护紫薇道公 李霸仙与风月禅变在这一批人当中 这也是他能对陆叶道出此微道公名字的原因 对于此界 这是他现如今唯一知道的情报 之所以想着联系陆叶 自然不是因为早就知道陆叶在无双大陆 而是觉得如此盛世 陆叶不管身在何处 大概率都会参与进来 他却没想到 这一场盛世 根本就是以陆叶为首的九人 一力引导而成的 魂天圣殿秘境之内 花瓷先后替具甲和陆叶疗伤完毕 又替蓝紫衣解了本源尸毒 这才算完事 他没做太多停留 很快便在沐青云的护持下再次离去 无他 作为唯一能解本源尸毒的一修 短短时间内 他的存在已经经由九州修士一传十 十传百彻底传扬开来 大战之中终有疏漏时 许多修士都中了本源尸毒 都会跑去到 公祥龙中所在的位置 寻他驱毒 对花瓷来说 这当然是来者不惧的好事 第842章大局已定 替别人解毒的同时也是在修行 而且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战功 这样的好事 所有九州修士当中 花瓷是独一份 九州修士抵达无双大陆 只一日时间 师族在魂天圣殿的根基便被捣毁 七成师族被杀 还剩下三成狼狈逃窜 九州修士四散追杀而去 战火瞬间点燃了整个无双大陆 熊熊烈焰燃烧之下 无双大陆距离涅槃重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魂天圣殿内的喧嚣不在 战场残留的宫殿废墟之中 只有陆叶和巨甲两道身影留守 蓝紫衣已经离去 她与陆叶本就不是一路人 先前联手合作也是形势所迫 如今事情尘埃落定 自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 陆叶与巨甲留在这里 一是疗伤 之前与金师王一场大战 两人的伤势都颇为沉重 哪怕得了花瓷一致 哪怕两人体魄强大 想要彻底恢复也不是一两日的事情 二是看守纳段长 此物诡诀或许是失货的源头 未免有些不长眼的九州修士打他的主意 陆叶便一直守在这里 不过他也不知道这东西要如何处理 自来想去将之带回九州 让长教出手风筝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这玩意也只有沈海靖大修才有风筝的资格了 远方有熟悉的气息迅速接近过来 正在休养的陆叶抬眼望去 正见一个花篮模样的飞行灵器平稳地朝这边飞来 略至近前 花瓷从花篮之上一跃而下 顺手收了自己的飞行灵器 伤势怎么样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上前来查探 忙碌了一天一夜 他终于空闲了下来 不过却不见任何疲惫 反而神采意义 检查完陆叶又检查了一下巨甲 微微汗手小伙子们身强体壮 没什么大碍了 注意多休息几日 赫然是一副老婆婆的口吻 这女人做妖怪了 陆叶早已习以为常 她又开口 那位旁公主托我给你传个话 紫薇到宫那边出了点问题 她先行一步了 请你这边试了 务必去一趟到宫 她要亲自打谢 知道了 陆叶汗手 正好她也是要去到宫那边一趟的 四师兄和风月缠在那边 得跟他们会合一下 花瓷便一脸坏笑的望着陆叶 如此大恩 怕不是要以身相许 怪不得看你今日红鸾心动 这是要游喜了啊 儒家先行在这里给你道贺了 这般说着 朝一边行去 陆叶本来不想理她 但忽然意识到不对 连忙抬手等 话没说完 变目瞪口呆的望着花瓷 将地上的断掌剪了起来 听到陆叶的声音 她偏着头 一脸不解 怎么 没 陆叶皱眉 你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什么不好的感觉 花瓷更茫然了 陆叶的目光看向她手中的断掌 这东西应该是此界失货的源头 你要做什么 恋化她呀 花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昨日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此物大补 这般说着 心红的小舌头还舔了舔红唇 一副食指大动的样子 这模样既邪恶 又有一些魅惑 陆叶没来由一阵恶寒 脸都变了 花瓷顿时笑的花枝招展 放心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东西内蕴奇毒 寻常人或许无法触碰 可对我来说有大用 陆叶还是不放心的叮嘱 小心点 这东西古怪的很 一只断掌便让这残破的无双大陆弥漫战火千年 导致人族机无力追之地 很难想象其主人该有何等通天修为 我知道的 花瓷应了一生 随手便将它收进了储物袋 断掌被花瓷收走了 陆叶自然也没了继续留守下来的必要 魂天圣殿这边的战事算是尘埃落定 已经没有任何失足的踪影了 三人当即启程 出了魂天圣殿 沿途所过 不时能看到九州修士来回飞略的身影 又或者看到狮族被追杀的场面 千年以来 这残破的世界一直都是狮族的天下 哪怕是出身三大秘境的人族在外行走 都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各处据点的人族就更不用说了 很多普通人自出生至死亡都没有离开过据点 一辈子被困在昏暗的环境之中 哪怕是修士们外出寻觅资源 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说不定就遭遇失足 有来无回 这么多年下来 无双大陆的人族数量锐减 比起千年前 只怕连万一都不足 直到今日 在此界作威作福的千年之久的 狮族在九州修士们的追杀下 惶惶逃窜如丧家之犬 那些得到消息的据点 修士们也很快加入了进来 整个界域 狮族就如过街的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一片形势大好 照此局势发展 用不了多久 此界失货就可以彻底铲除 到时候这里又将是人族的天下 紫薇道工心心念念的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 还这天地一个朗朗乾坤的日子不远了 大半日后 当陆叶与花瓷去甲抵达魂天圣殿 秘境如今所在的位置 一眼便看到 秘境门户外残留的大战痕迹 有道工修士正在清理战场上 失足的残骸 见得陆叶的身影 纷纷行礼 对于无双大陆如今的局势 本土这边 道工修士是最先知情的 也知道了九州这样一个神奇的介遇 对于那些驻无双大陆铲除失货的九州来客们 道工修士自然都是敬佩感激 尤其是陆叶等人 作为九州先前小队的大师兄 他在此次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陆 陆师兄 一个窃窃的声音从附近响起 陆叶转头看去 有些亚然 你们也来了 喊他的 赫然是那个叫原乡的女子 这也是陆叶与尹无极来到此界之后 接触的第一个人族修士 先前道工清朝而出 为九州小队八人牵制师族经历时 因蛇谷和须泥山无动于衷 可以处处据点修士却是积极奔赴支援而来 那一战 若无诸多据点修士奋不顾身 单靠道工还真未必能牵制多久 原乡所在的据点 变来了十几个人 之后道工修士在旁幻音的带领下撤离魂天圣殿那边 大多数据点修士都各自散去了 也有一些跟着来到了紫薇道工 准备见识一下人族三大秘境的风采 嗯 原乡重重点头 抬手指向一旁 首领带我们过来的 小友又见面了 身形粗狂的醉山从一旁行来 笑呵呵的望着陆业 他似乎是受了些伤 不过并不严重 醉山前辈 陆业行礼 醉山连忙抬手扶住 小友客气了 此番无双大陆之事还要多谢小友 若无小友 无双人族日后还不知该何去何从 对我等无双人族来说 小友不赤有再造之恩 听他话中之意 他显然也是知道了陆业等人的来历 还有九州修士的事情 前辈言重 同为人族 力所能及 理所应当 醉山汉手 小友且去吧 看小友伤势不清 还是赶紧休养要紧 那就先告辞了 望着陆业离去的背影 原乡神色复杂 醉山似是瞧出点什么 太熙一声道 日后没了失货 好生修行吧 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要想太多 原乡这个年纪 正是少女怀春之时 据点中本就没几个与原乡年纪相当的 而且那几个小子都不成大器 岂能配得上他 原乡本人也没接触过太多同辈的修士 乍一见到陆业这样风采出众之辈 会被吸引也是理所当然 莫说原乡了 便是那位庞公主 又何尝没有这样的心思 醉山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在祥龙舟上 当从传音时内得知那位陆小友受伤需要医治的消息的时候 那位面对庞大诗群也面不改色的庞公主 脸色顿时就变了 若不是当时情况不合时宜 只怕他要亲自前去查探情况 但是站在他的立场来看 陆业出身九州那样神秘的世界 而且本身年纪轻轻便有那般强大实力 如果说他是翱翔九天之上的神龙 那原乡这样出身无双大陆 自至马马虎虎者 便是池塘里的尼丘 根本没有成就好事的可能 所以哪怕知道自己这话有些残忍 醉山也不得不说出来 只为斩断元乡心中那朦胧的念想 嗯 元乡低下头 神色有些失落 真没瞧出来 你居然还挺受欢迎的 花篮上 花瓷拿手戳着陆业的腰眼 一脸野鱼 你又做什么 陆业被他折腾得没脾气 哼 花瓷一转头 不想搭理他 具甲在一旁眼观鼻 鼻观心 内心惆怅 先前与金狮王大战 自己腰单内储存的备用力量消耗太多了 几乎可以说是消耗殆尽 好在这一次收获了不少战功 回头应该可以轻松补充回来 到宫内一片平静 没有大战的痕迹 没有大战的痕迹 此前到宫门户显露 吸引了附近失足的时候 便已经由九州修士跨界而来了 所以那些失足甚至都没能冲进到宫 便被杀的七零八落 第843章蒙虎秀强威 紫威到宫这边吸引来的失足数量 毕竟比不得魂天圣殿那边 不算太多 所以哪怕出现在这里的九州修士数量也不多 依然可以轻松解决 陆叶四下关注了一下 没找到李霸仙和风月缠的身影 传讯一道出去询问 这才得知两人已经离开道宫所在的范围 与其他人结成小队游猎失足去了 道知四师兄 自己与花瓷巨甲已经回了紫威道宫 这才结束传讯 游猎失足 这是九州修士们眼下的状况 能这般轻松获取战功的机会不多 修士们自然都会珍惜 陆叶若不是需要养伤 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不过他眼下伤势未遇失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 就没必要再去争抢那些迎头小利了 而且这次九州来的修士数量很多 他哪怕去游猎 也未必有太大的收获 不如安心休养 才刚回到众人之前居住的小院 旁幻因便已闻讯而至 张氏如何 他关切询问 自这次行动开始之后 他所虑道宫修士与陆叶等人就分头行动 一直没有碰面的机会 原本局势稳定之后 他想去亲自查探一下陆叶的伤情的 结果又接到紫威道宫这边出事的消息 当即令人赶回 没有大碍 花瓷已经替我医治过了 休养几日便好 陆叶回道 旁幻因这才是然道 那就好 神色又是一宿 退后两步 对着陆叶一一道地 此番无双摆脱劫难 多亏师兄出力 幻因在此代紫威道宫 无双人足 谢过师兄与诸多道兄 公主不必如此 我们这些人亦有所得 站在陆叶等人的立场上 这一趟来 无双大陆只是因为得到了天机的指引 这算是一场魔力 在这一场魔力之中 众人已经得到了足够大的好处 至于帮无双大陆铲除失货 只是魔力的过程 旁幻因摇头 话是这么讲 但若无诸位 无双人足便永无出头之日 诸位恩情 无双人足当铭记在心 我紫威道宫也必不会忘怀 陆叶不治可否 那师兄先且疗伤 带伤是痊愈 我再设宴款带诸位 旁幻因来去匆匆 显然是有不少俗事缠身 陆叶便朝自己的乡房处行去 花瓷根在他身边 温声软语 师兄可要好生休息 如有任何不适 记得喊我 知道了 还有 师兄最近几日不要随意催动灵力 你体魄虽强 可这一次肺腑有不少损伤 旺催灵力 或有让伤势发作的风险 嗯 师兄你这是要去歇了吗 我给你开门 陆叶驻足 抬起一手拍在他脑袋上 然而紧握成拳 在他脑门上一阵猛钻 你什么毛病 之前一夜一夜的喊着 现在改口喊师兄了 以前也没喊过这些乱七八糟的 疼疼疼 花瓷闪身避开 双手捂着脑袋 银牙紧咬 怎么 别人喊得 我就喊不得 你在喊一声我听听 陆叶朝他步步紧逼过去 花瓷不住地往后退 花容失色 就假叹了口气 迈开大步 朝自己的乡房走去 关上房门 世界清静了 赵青 乡房内 陆叶座 隔壁房间内转来一阵欢声笑语 花瓷雨依依依不知在聊些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陆叶身边一直都有外人跟随 所以一一基本没怎么露面 他一直都不会轻易在外人面前显露身影 所以迄今为止 知道他存在的 也只有陆叶身边几个最亲近的人 如此一来 很多时候都方便他暗中行事 毕竟谁能想到这世上还有畅铃这样的存在 偏偏还时刻跟在陆叶身边 没去理会那边的动静 陆叶沉浸心神 映照龙藤界本源 如今这状况 一时半会回不了九州 又不好去猎杀失足 修行的话暂时不急 正好用这段空闲的时间来映照本源 龙藤界本源是一座巨大的未开发的宝藏 陆叶从中收获良多 但迄今为止 他还没能如愿以长地映照出修行刀术的强者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本源映照之下 漫天繁星般的光芒在陆叶的心神中炸开 没做太多取舍 直接选了附近一颗比较明亮的光芒 心神投入其中 照见这光芒主人的一生 紫微道工最近热闹了 不断的有九州修士从各个方向赶赴此地 无他都是要借到紫微道工返回九州的 这些修士来的时候 是通过一处处天机商盟内的天机柱连同无双大陆的门户 但那些门户自然不可能一直保留着 门户的开启需要消耗天地灵力 长时间维持的话消耗更大 所以在九州众多修士抵达无双大陆之后没多久 所有门户都一并消失了 但修士门并没有太多的担心 因为有天机柱存在的地方 就有回家的路径 更不要说 九州天机几乎给每个修士都留下了指引 在特定的时间内 借到紫微道工 届时九州天机会在那边的天机柱打开一道返回的门户 如此一来 这些九州来客就可以回到云河战场了 时间流逝 敢复制紫微道工的修士数量越来越多 对待这些九州来客 紫微道工这边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热情的 毕竟人家跨界而来 帮无双大陆解决了天大的麻烦 让无双人族再不用如之前那样苟且偷生 所以紫微道工不但没有限制九州修士进出自家秘境 甚至就连秘境内 除了一些禁地之外 九州修士都可随意游走 可如此一来 麻烦也来了 很快紫微道工这边发现了一些情况 这些来自九州的修士们好像不是一伙的 他们似乎分属两大对立的阵营 先前有师族的时候 他们还能各自不理会 全心全意地对付师族 获取战功 如今整个无双大陆的师族几乎被铲除干净 九州修士们陡然斜了下来 矛盾就爆发了 尤其是这一次来无双大陆的九州修士数量实在太多 哪怕大多数修士都能谨守本分 可一样名养百样人 在无双大陆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还有净土那样的组织 更何况九州 初始的矛盾根源已经无法追溯 或许仅仅只是因为两个修士看不顺眼 小矛盾引发了大矛盾 局势瞬间剑拔弩张 两方修士各自呼朋唤友 一场规模浩大的对峙出现在紫微道工门户之前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俨然已是两大阵营的正面对抗 一个不好便可能会出现极为惨烈的死伤 管从来没有哪一处秘境 聚集过这么多九州修士 也从来没有哪一次 有这么多云合径修士被席卷其中 当庞患因领人前来查探的时候 立刻便明白 眼前的局势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了 解不说他并非九州修士 便是凭他的能力也没资格处理这样的事 快去请陆师兄 庞患因立刻对身边人开口 那修士不禁论了一下 哪个陆师兄 没听说你有师兄啊 陆一夜 庞患因脸庞微微红了一下 那修士反应过来 转身就回到秘境之中 至此之时 临风之上 相防内陆夜睁开了眼睛 神情惆怅 今日时间 他在映照本源中有些收获 但好像又没什么收获 心心念念的修行刀术的强者没有映照到 反而又映照了好几位别的派系的修士 外界的喧闹没有影响到这里 因为临风附近一直都有道工修士之首 庞患因已然将此地化作了禁地 但凡有九州修士靠近这里 都会被告知此地乃是陆一夜和花瓷的修养之所 单纯一个陆夜便有足够的威慑力 更不要说还有花瓷 若说这一次无双大陆之行 谁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那必然是陆夜无疑 因为他获取的战功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可若说谁赢得了庞大的名声 那就属花瓷了 作为在战场上唯一能解本源师徒的一修 不知多少九州修士得了他的救命之恩 口口相传之下 几乎所有九州修士都听说了花瓷的大名 这两人 一个杀人如麻 穷凶极恶 一个玄乎济世 救死扶伤 休养之地 谁敢轻易打扰 不过这两位居然住在同一座凌峰 倒是让人有些好奇 许是那陆一夜也中了本源师徒 挟持了心词人善的花瓷在此给他疗伤 一想起那温润如玉般的女子落入陆一夜这般凶人手上 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好似猛虎秀强威 不知多少万魔领修士心如刀角 旁幻英派来的修士急匆匆赶赴此地 花瓷出面接待 听闻他说了外面的局势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陆叶他应该还在疗伤之中 自归来这几日 他一直没有再见到陆叶 所以也不清楚陆叶如今伤势恢复的如何了 更不敢贸然去打扰 那可如何是好 那修士急坏了 站在紫薇道工的立场来看 这些九州修士剧都是无双大陆的恩人 绝不希望这两方因为往日的恩怨发生什么冲突 第844张仲心拱月 两人这边正说着话 旁边的房门忽然被推开 陆叶的身影从中外部走出 那修士大喜 连忙迎上 我知道了 我去看看 说话间 陆叶已冲天而起 朝道工门户所在的方向掠去 门户之外 大量修士汇聚 两方阵营剑拔弩张 精卫分明 气焚肃肃杀 此地汇聚的修士数量已经极多 还源源不断的有修士从外赶回 加入对峙的序列中 一群紫薇道工修士在旁幻音的带领下 站在一旁 虽苦口婆心的劝说 却是毫无成效 面对失足 他们这些人可以念不改色 不畏生死 可面对这些才刚刚拯救了无双大陆的修士们 紫薇道工这边也是没了办法 这种规模的争斗一旦打起来 可就不是死几个人那么简单了 搞不好连整个紫薇道工都要被裹挟其中 好在九州来的这些客人吵得虽然凶 但都还保持了最基本的理智 没有真正动其手来 可若不及时化解 任由事态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大打出手是不可避免的 庞幻音的目光不断的朝门护所在的方向看去 直到某一刻 一道熟悉的火红色裹鞋身影从中冲出时 他才长呼一口气 那火红色的流光疏一现身 便披波展浪一般略近两大阵营修士之间 显露身影 立于当空 如此招摇过世 自然瞬间吸引了大量修士的目光 纷纷抬头看去时 不少人立刻闭嘴 却是认出了陆叶的身份 尤其是那些万魔领修士 表情民众之时 还有一些跃跃欲试 将对于浩天蒙这边 陆叶在万魔领一方的知名度要高得多 拿云河镜层次的修士来说 十个云河镜当中最起码有五个看过他的影像 另五人哪怕没看到过 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他的大名 不管怎么说 最近一年来 云河战场上名头最响亮的 就是碧血棕路一夜了 凭一己之力灭杀两千敌众 放眼古今 在云河镜这个层次录夜市头一份 以前从来没人做到过 尤其他还以云河八层镜的修为夺了云河争霸的榜首 圈闹的场面渐渐平息 如有无形大手扶过 扫清那吵闹的杂音 诸多目光汇聚 只见少年淋于虚空 按刀而立 虽没有展露任何气势 却瞬间成为万千目光瞩目的焦点 旁患阴谋光扫过 美眸泛着一彩 一片寂静之中 陆夜徐徐开口 此番诸位应该都得了不少好处 怕是没人愿意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吧 真想打架 那就回九州再打 最起码不会落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他目光转过 看向万魔灵阵营的某一处 尹无极 你说呢 藏身在万魔灵阵营中 不显山不露水的尹无极满嘴的苦涩赛过吃了黄脸 他发现自从来到这无双大陆之后 就摆脱不了路一夜这丝了 眼下自己藏得这么好 居然还是被他一眼看出来了 这丝怕不是想跟自己过不去 心中复匪 表面确实不好有任何情绪流露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陆叶的实力 这边的大战真要打起来 其他好天蒙羞是死不死他不清楚 陆一夜肯定是不会死的 而以他的实力 万魔灵这边必然要死伤惨重 搞不好连自己都得跟着倒霉 而这思之所以第一个点出自己 那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分明是要自己站出来却说几句 跟陆叶一起行动了这么长时间 他哪里还看不出陆叶的想法 所以隐无疾当即闪身而出 略到陆叶身边 望向下方庞大人群 汉首道路道友说的不错 九州两大阵营积愿已久 哪怕真想发泄 也不必急于这一时 诸位还请平息怒火 等待回归九州吧 今次既得了好处 那就该将这些好处化作自身实力 若是有人非要动手 不管你是浩天蒙还是万魔灵的 唯赢某人第一个不答应 云和第十六还是有不小的威慑力的 尤其隐无疾还是个鬼修 真被这样的人针对最难防范 北玄剑宗 沐青云也不答应 剑鸣声响起时 一道剑光略至 露出沐青云如剑身影 凌略剑意弥漫四方 切割虚空 身边围绕着一道道流光般的飞剑 随时能发出雷霆斩击 又有一道高挑身影 莫不作声地站到陆叶身边 容颜绝美 身穿贴身子裙 并未言语 只是嘴角擒着一抹淡淡笑容 让不少人看得目眩神弛 云和第二 蓝紫衣 有人惊呼 作为云和争霸榜单前时为数不多的女修 而且是排名第二 蓝紫衣的大名自然无人不知 哪怕此前的她默默无闻 云和争霸之后也已名满整个云和战场 吕某也不答应 吕青笑着走了出来 站在陆叶右手边 蜂某来也 蜂如烈从人群中窜出 提枪抗在肩头上 玩世不恭的眸光俯瞰下方众生 又有榜大妖元的修士莫不作声地走出来 站到了蜂如烈身旁 披在身上的麻布衣衫遮掩不住身形的魁梧 透过那衣衫的缝隙 依稀可见其身上密密麻麻还未痊愈的伤口 云和第一 碧穴棕路一夜 云和第二 乌亚岛蓝紫衣 北玄建宗墓青云 万法阁吕青 金空山洋渊 凌云中风如烈 曾罗电影无极 一声声低呼自两方阵营的人群中传出 所有人都惊骇地发现 云和争霸前十当中 竟有六人汇聚于此 剩下一个隐无极虽在前十开外 可那是因为他是鬼修的缘故 并非说他实力就不如别人 真要是生死搏杀的话 隐无极藏身暗中能制造的威胁 比起前十甚至有有过之 所以尽管只是简简单单七道身影 可汇聚一处十几九州修士们带来的威慑与压制是难以想象的 更有细心的人发现一个让人惊悚的事情 那就是七人立于当空 陆夜居中左右各三人 可无论是浩天蒙的沐青云 又或者是其他几个万魔领的强者 竟都没有与陆夜并肩而立 而是落后他一个身位 看上去分明是一目重心拱月的架势 沐青云与陆一夜同属浩天蒙 又同是冰州出身 给他这个面子无可厚非 可其他几个全都是万魔领的 怎么会如此给面子 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不是出的天骄 他们所代表的 是这一代云合径的巅峰 哪怕是同时代的其他天骄 也只会激发他们的好胜心 绝不应该让他们自甘落后 偏偏此刻情景便是如此 气思极恐 当七道身影汇聚矗立之时 满场寂静 先前剑拔弩张的氛围已经一扫而空 固有极为浓郁的天地灵力 自不知名处疯狂涌出 突发的变故让众人皆都一惊 不过在看清源头之后 九州的修士们旋即逝然 只因一道巨大的门户正在随着天地灵气的汇聚而徐徐成形 这赫然是九州那边开启了返回的通道 攥算时间 好像有些提前了 但这正是九州修士们喜闻乐见的 如今这情况 打是打不起来了 而且两方修士无论是谁都明白 这般大规模的对峙 一半真的打起来 肯定死伤不小 所以一直都有很多人在注意克制 如今又有陆夜等人站了出来 九州开启门户 正好借颇下驴 回家哥 人群某处 有人高呼一声 第一个朝门户冲去 瞬间消失不见 大量修士紧随其后 巨大的门户将诸多身影吞没 送回九州 吕某先行一步了 他日有缘 算了 还是不要再见的好 吕青笑着摇头 朝门户方向略去 本想丢下一句客套话 但仔细一想 自己以后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见路一夜 等等我 风如烈叫了一声 紧跟在吕青身后 杨渊微微汗手 第三个离去 跑得真快 尹无极一边说 一边悄悄的察言观色 确定陆夜没有要留下他的意思 这才一六烟帝勇入门户中 终于 摆脱路一夜这思了 尹无极境不由生出一种天高润鸟飞 海阔平逾越的逾越心情 这让他不禁回想起数年前第一次走出自家山门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心情于此刻简直如出一辙 蓝紫衣戳了戳陆夜的胳膊 朝一个方向弩嘴道 那边好像有人要跟你说什么 言罢 一副是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也与表情溜走了 陆师弟 我也先走了 他日有缘咱们再会 沐青云开口 师兄保重 半空中 只剩下陆夜行之影丹 他朝一旁望去 正见到那边旁幻音头来的目光 此时此刻 这位道工之主的神情明显有些复杂 他心里清楚 作为九州来客 陆夜是不可能永远留下来的 也知道用不了多久九州那边就会开启门户 将包括陆夜在内的九州修饰全部接引回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事情来的这么快 刺目相对 旁幻音心中微微一声叹息 面上如常 闪身掠来 走到陆夜身边 师兄可陪我走走 陆夜抹了一下 这才汗手 多谢 旁幻音露出笑容 第845章词别 万不紫微道工中 旁幻音轻声万语 主要是道谢 困扰无双大陆千年的失货 道工一代代先辈的坚持和努力 在陆夜等人到来之后迎刃而解 作为这一代道工之主 旁幻音的感激发自肺腑 哪怕他已知道 陆夜等人来此只是一场魔力 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 可无双大陆得了拯救是事实 这种恩情 无论怎么言谢都不为过 还未与公主致歉 到工地脉枯竭 怕是很难恢复了 将天机主安置在四大秘境之中 秘境内的地脉皆都被吞噬枯竭 如今四大秘境虽然还存在着 却都失去了往日游离虚空的能力 只能坐落在固定的地方 这件事陆夜没有跟旁幻音提前说明 哪怕他清楚 即便严明旁幻音也不会阻止 此事无妨 日后无双大陆没了失货 我无双人族也不必再躲躲藏藏了 只是眼下无双人族百废戴心 任重道远 陆夜不作声 他很难理解旁幻音这种将一整个介遇人族的未来 抗予己身的想法 患他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顶多只会考虑自己身边亲近的人的未来 至于那些不认识 不相熟的 没那个心情 也没那个能力 但旁幻音自小得到的教导便是如此 所以他也不会去诟病人家 师兄 旁幻音驻足 转头看向他 日后还有缘再见吗 陆夜想了想到 如今无双大陆有天机驻安置 但是 按道理来说 此地大概率会成为九州的一处秘境 未来或许会有不少九州修士来此历练 公主若想引领无双人族走出困境 或许可以借那些九州修士的力量 我问的是师兄 旁幻音目光坚定的望着陆夜 陆夜也没搞清楚 他对自己的称呼怎么就变成师兄了 不过这点小事倒是不好纠正人家 便解释到一个界域有一个界域容纳的极限 眼下无双大陆能容纳的极限是云河境 所以无双修士只能修行至云河境顶峰 九州派来的援军也全都是云河境 此次我获得了不少好处 带回九州之后便该着手晋升真湖了 旁幻音眸光不由暗带了一瞬 师兄日后来不了无双大陆了 大概是陆夜汗手 常常的沉默 旁幻音忽然一笑 那就助师兄前程似锦 师兄 就到这吧 您也该回去了 保重陆夜道一声 师兄也请保重 勿送陆夜的背影离去 旁幻音背负双手 毅力山巅 久久无言 一道身影从附近显露出来 正是萧老 微微叹息 公主 人这一生当中有很多过客 有些事强求不得 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旁幻音狡黠一笑 谁说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萧老恶然的望着旁幻音 他本以为自家公主情绪低落 所以想来宽慰几句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自己多想了 只是公主此言何意 过些日子你老就知道了 不过对我无双人族来说 却是好事 重新返回紫微道公门户前 汇聚此地的九州修士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陆夜一眼便看到了等候在那边的花瓷 巨甲 李霸仙和风月禅等人 李霸仙与风月禅之前就已经返回 无双大陆的失货基本已经被铲除了 哪怕还有一些残留的失足 都已不成气候 无双人族本身便可轻松解决 只不过之前陆夜在养伤 李霸仙和风月禅便没去打扰 而是在外面等候 先前陆夜出面阻止两大阵营冲突的一幕 两人也看在眼中 这让李霸仙愈发感慨 自家的小师弟长大了 遥想当初第一次在灵溪战场金光顶上见到陆夜 那个时候她还需要自己与大师姐联手庇护 现如今 在修行之路上 她却已走到了自己前面 李霸仙由中帝欣然 妖 还能回来啊 人家没留你当个成龙快婿 花瓷美眸偏来 言语尖酸得很 显然是看到陆夜与旁幻音离去的一幕了 次师兄 封师姐 陆夜就当没听到花瓷的话 上前行礼 小师弟你之前可是好威风啊 风月禅兮兮笑着 让师姐见笑了 李霸仙道 可不是说笑 你方才的威风 可是连师兄我都神往得很呢 只恨没能在云河争霸中取得好名次 要不然也能站到你身边 给你摇旗助威 一番闲说 李霸先拍了拍陆夜的肩膀 好了 该走了 师弟没落下什么东西吧 没有 陆夜摇头 花瓷粘眼看过来 你确定 陆夜仔细想了想 道 确定 就是之前给道工这边提供了一批灵器 不过这个时候也不好收回来了 留给他们吧 那些灵器都是他的战利品 对他本身来说 都是卖给天机宝库获取功勋的 价值不算大 所以送出去便送出去了 此前道工为了牵制失足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风月缠在一旁您嘴倾笑 小师弟留下的可能不止一批灵器哦 他显然是知道些什么了 路夜不解 那还有什么 自己留下什么了 自己还能不清楚吗 浓浓疑惑中 一行数人踏入九州门户 一阵天旋地转 九州修士的撤离并没有花多长时间 自门户开启至关闭 前后不过两三个时辰而已 毕竟所有来无双大陆的修士都早已得到了天机的指引 在特定的时间内敢复制紫薇道工 事关返回九州 为人敢马虎大意 自然是宁可提前 也不敢迟到 当门户关闭之时 原本喧闹的道工前 便只剩下了一些本土的修士 说来也有意思 有一些据点来的修士 本想混杂在九州修士的阵营中 借助门户进入九州 强法不错 可根本难以成行 九州修士可以轻松进入门户 但本土的无双修士却根本进不去 那门户好似有识别修士身份的能力 所有想要浑水摸鱼的本土修士 都统统被阻拦了下来 让他们不免叹息 本土修士向往九州是理所当然的 如今无双大陆的失货虽然算是解决了 但其本身就是一处残破的界域 天地灵气不算浓郁 修行资源也匮乏 甚至就连生活物资也难得保障 对比而言 九州来的修士一个个衣衫鲜亮 灵气精良 届时到九州修士的风采 本土的修士岂能不向往 只可惜终究是不能成行 至此之时 紫薇到宫内 一道宫主令忽然下达 方才大战结束没多久的紫薇到宫 再一次莫马力兵 磨刀祸祸 这一次却不是要去对付失足 而是要发兵另外两家人足逆境 千年对抗失货的过程中 哪怕是那些据点修士们 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可因蛇谷与须弥山却市 躲藏秘境之中 苟且偷生 偶尔外出接引据点 人族进入秘境 也是为了补充秘境内奴仆的数量 只选取一些少不更事的少年和孩童 此前施货作祟 紫薇到宫这边只能联手一切可以联手的力量 无数次向另外两家秘境传达了欲要联手的意图 却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回应 见如今 施货已解 紫薇到宫这边在无后顾之忧 并非要秋后算账 只是要达成一个足以决定整个无双大陆未来命运的要求的话 就必须得先降服另外两家秘境 旁幻因需要让这无双大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声音 此举并非泄愤 也并非关乎一己私利 而是在为整个无双大陆的人族谋福祉 诸多据点人族还没有散去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纷纷主动请因加入其中 人族三大秘境这些年的做派 据点人族都看在眼中 所以之前当紫薇到宫药与师族决一死战的消息传出时 才会有那么多据点人族从四面八方赶赴支援而来 紫薇到宫的口碑还是极好的 至于另外两家 不提也罢 所以在得知到宫要发兵另外两家秘境的时候 这些没离开的据点人族自然心甘情愿的加入其中 在他们看来 日后这无双大陆由紫薇到宫当家做主 必然能给人族开辟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们也愿意为此出一份力 若是之前 紫薇到宫想要寻觅另外两家 还有些困难 哪怕肖老懂得推断门户和开启门户 这般大举发兵也是不现实的 但如今 人族三大秘境低迈枯竭 再没办法游离虚空 都已显露世间 想要找他们自然轻而易举 整个降服的过程轻而易举 根本没有爆发太强烈的战斗 无他 在之前三大秘境门户显露的时候 道宫这边还多了许多 九州修士帮忙守护 露杀师族 所以道宫内一切安稳 可一蛇谷与须尼山就没这运气了 九州修士根本没有出现在他们那边 大量师族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惊慌失措的两大秘境修士仓促迎击 然而多年来的苟且偷生早已让他们丧失了与 师族拼死一战的勇气和决心 所以哪怕两大秘境内修士数量不少 交锋之下也出现了大量的损失 第846张归来 最后虽然灭杀了来袭的师族 可一蛇谷与须尼山两家无不死伤巨大 抵运大损 这边还没来及得处理后续 庞幻因便领着大批修士沙上门来 几乎没有太多波折 两大秘境便俯首称臣 直到此刻 他们方才知晓曾有一批数量庞大的 九州来客抵达无双大陆 在那些九州来客的帮助下 无双失货已经被铲除殆尽 两大秘境的修士们无不瞠目结舌 庞幻因没有要收编这两家秘境的意思 紫薇道工与这两家并非一路 强行收编对道工并无好处 他只是单纯地出手降服 他需要这两家秘境听从号令 数日后 紫薇道工内 陆叶等人曾经居住的凌峰小院中 那时丈高的天机住前 旁幻因覆手而立 抬头仰望 看他神情 似是在专注聆听着什么 可奇怪的是 此地除了他之外 却在无旁人踪影 好片刻 他才正所汗手 开口道 我明白的 我同意 现在就开始吧 化落实 面前天机住忽然一出柔和光芒 那光芒如一轮暖阳 辐射四方 弥漫过整个紫薇道工 又继续 而天地更深处弥漫 不单单紫薇道工这边的天机住 有此异常反应 剩下的三大秘境内的天机住街都有这样的反应 前后不过十几夕的时间 整个残破的无双大陆都被一层柔和的光芒所笼罩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所有人都惊疑不定的时候 天地陡然一阵嗡鸣 是人惊骇的发现 原本天空中浑浊如残年的大日 正在迅速远去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音气十足的声音借助柔和光芒的挥洒 传遍无双大陆每一个角落 本宫旁幻音 乃子微道工之主 九州修士借助那巨大门户返回的位置并非固定 而是随机散落在云河战场内的一座座天机商盟中 所以并不会出现忽然人头攒动的景象 陆叶等人算得上是最后一批返回云河战场的 重新踏入这一方熟悉的天地 不由常呼一口气 无双大陆残破 介于萧条 那样的环境很容易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而且除了四大秘境 其他地方的天地灵气都极为稀薄 对于而言 云河战场中的环境无疑要宜人的多 这一趟无双大陆之行让陆叶感触颇深 同为人族 有些人生来便享有极为优渥的修行环境 但有些人却还在为生存而发愁 九州能有如今这样的修行格局 自然是与天机的运作息息相关 灵溪境的时候 有灵溪战场这样的地方工修士们安心修行力量 虽然在其中会遇到一些无法匹敌的强者 但终归是同一个境界内的 所有的压力和并不遥远的目标 秋士们甚至不需要为炼器炼丹而发愁 只要有足够的功勋 天机宝库里面应有尽有 这里任何一个修士所用的灵器 放在无双大陆那边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服用的灵丹同样是那边修士梦寐以求的 陆叶至今还记得 他与尹无疾遇到的那个被本源尸毒所伤的余震 当时他取出一枚在寻常不过的解毒丹 可余震即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 四也不忍心把那解毒丹吞服 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样的灵丹极为难得 好在这一趟的辛苦终究是值得的 先前对几人毕露蓝旅 排金万难 安置下四根天机柱 九州大批援军杀至 柱无双大陆解决失货 无双大陆未来是什么样的命运 是不是会成为九州的一处秘境 陆业不清楚 但如此就足够了 没有失货 无双大陆那边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脚尸地 咱们是在这里歇息一夜 还是即刻启程 李爸先征询陆业的意见 我方才查探了下十分图 这里算是太莽山外围 距离回天谷林地不远 现在出发的话 一天就足够了 师兄做主便是 陆业没什么意见 李爸先道 那就现在出发吧 这一趟咱们都得了不少好处 早点转化为自身实力才是要紧的 小师弟你也该着手晋升真虎了 陆业汉手 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了 之前与旁幻音分别的时候 他也提过此事 虽说晋升真虎了之后 再没法留在云和战场 这个舒心的环境中 可能需要面对更多更大的危险 但总不能一直拖着不晋升 而且对修士来说 适当的危险和紧迫反而是有好处的 我就不随你们一道了 瓜慈笑着说道 我要去别的地方 早在无双大陆之行前 他就准备进入五毒坛进修 陆业也把他送到了那个地方 结果在半路上 两人便得到了天机的指引 一前一后离开了五毒坛 这一趟陆业收获最大的实战宫 可花慈收获最大的 却是金师王留下的段掌 有那只段掌在 在服以五毒坛那样特殊的修行环境 花慈日后的修为必然能迅速精进 每个人都有自己修行的方向 花慈要去五毒坛 自然不好阻止 我送你 陆业开口 不用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上次要陆业护送 主要是考虑分别之后 或许很长时间都无法见面 才做了一些小女儿姿态 其实凭他的本事 又哪里需要护送 之前与蓝紫衣深陷虚泥山 他也是不慌不忙的 在这云河战场上 真要有什么不长眼的敢打他的主意 必然会死的无比凄惨 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他也是果断干脆的人 有了决断便不再停留 反而是第一个离开的 目送他的身影消失 陆业等人这才踏上归城 一日之后 回天古灵地遥遥在望 笼罩此地的大阵完好无损 不断的有体型壮硕的妖狼进进出出 回天古灵地 如今在整个云河战场上都算保有名气 无他 这是陆业的灵地 经历过数次万魔领修士的攻打而屹立不倒 甚至就连十分图上 都更新了对此灵地的标注 也不知天机商萌那边是何居心 别的灵地在十分图上的标准都简简单单 可回天古灵地在十分图上的标注 却是雪红色的大字 看着便给人一种惊悚感 好似有无形杀鸡扑面而至 这种颜色的字体标注 一般都是各处禁地和霸主及妖江门盘踞之地才有的待遇 取多出入云河战场的修士从商萌购买十分图 看到这灵地的标注都一头雾水 第一时间都会晤以为这是什么禁地 一行四人落下身形 诗诗然走进灵地之中 陆叶直奔灵泉而去 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一个盒子来 李霸仙好奇地跟了过来 看了一眼河中之物 顿时亚然 全灵 猛然醒悟 这莫不是圣与灵地的全灵 圣与灵地被灭的是此前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云河战场上不是没有灵地被灭的先例 但如这样的大型灵地被灭却是很少见的 正火教育环宇宗经营这处灵地已经数百年时间了 这才有之前的庞大规模 对两家宗门来说 云河战场上的那处灵地 已然算得上是宗门根基之一 两家宗门可以凭此灵地缩短云河 净修士门的成长时间 数百年来获益匪浅 然而被陆叶盯上之后 说灭也就灭了 就连全灵都被掠夺 虽说不至于伤筋动骨 却也损失惨重 当日圣与灵地的修士还有幸存之人 陆叶单枪匹马大破灵地的 是自然早就传扬了出去 所以李霸仙一看到这白白胖胖的全灵 便知其来历 不错 正是圣与灵地的全灵 陆叶因着 在李霸仙的观望下 将手中全灵安置尽全眼之中 师兄觉得灵地规模会扩张多少 鬼天古灵地已是甲吉灵地 再安置全灵进去 品质也不会提升 因为甲吉灵地便是极限 不过能扩大灵地的范围 鬼天古灵地本身是小型灵地 只能容纳数人一并修行 超出数量的话 修行的效率就会打折扣了 如果将灵地的规模扩张 那么自然能容纳更多的修士 圣与灵地算得上超大型灵地了 能容纳200人在其中修行生存 掠夺全灵 其品质有所下降 不过即便如此 安置在此的话 咱们的灵地也能扩张成大型灵地 我估计容纳各百人不成问题 足够了 陆叶汉首 他之所以要在这里打造灵地 主要考虑的是给毕血宗的师弟师妹们 留下一个能容身 能修行的地方 毕血宗这几年收了不少弟子 木叶甚至听说长教死性不改 不断地从别的大宗门那边摘桃子 找了许多资质优异的好苗子 导致整个滨州宗门皆苦堂一封 已将其列为最不受欢迎的神海境 可修士成长终究是需要时间的 迄今为止 毕血宗这边除了他 去甲和花祠之外 再没有别的云河境 第847章 金交银交 最初的一批弟子应该快要寄生云河了 他们到了云河战场 便可以直接进入回天谷林地中修行 带有了一定的资保之力在外出历练 获取修行资源不迟 陆叶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但他有天机眷顾 气韵昌蒙 其他毕血宗弟子可没他这样的好运 如今的努力 并能让后来的师弟师妹们少走很多弯路 也能让他们有更快的成长 至于百人的规模 大抵是足够用的 修士们大多都不会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毕门造车 总是需要外出魔力挤身 所以哪怕日后会有很多弟子晋升云河 来到云河战场 同一个时间内 林地这边也不会有太多人驻留 林地的扩张需要一些时间 三五日内才能见成效 李霸仙已经前往天机柱所在的位置 显然是准备拿自己这趟获取的战功兑换林迁修行了 陆叶根在他身后 一边前行 一边沉浸心神查探自己的战场印记 静明 陆一叶 身份 碧穴宗弟子 秋为 云河八层镜 位置 云河战场 功勋 十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五点 战功 十八万六千四百七十二点 对比上次查探 功勋方面变化不大 最近他也没有动用功勋的地方 可是战功收获就有些恐怖了 上次从战功阁兑换了金色零千之后 他记得自己的战功就只剩下三千两百三十二点 之后参加云河争霸虽然获得了一些战功 但顶多也就是几千点的样子 可现如今又有十八万之多 单纯灭杀师族自然得不到这么庞大的战功 毕竟哪怕是金师王那样的 也只相当于一个云河九层镜 其本身代表的战功只有六十点 可斩杀金师王对解决无双大陆失货来说 有极为重要的推进意义 所以九州天机在统筹的时候 给予了极为庞大的奖励 一个铁师帅给陆叶带来的收益有一万多点 可金师王却有十几万的样子 剩下的才是他斩杀大量师族积累起来的战功 九州前往无双大陆的先前队总共九人 其他人获得多少战功陆叶不清楚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没人得到的战功会比他多 因为在最后一战中 他才是斩杀金师王的主力 十八万多战功 按照战功阁内的兑换比例 又能入手十多到金色零千 他本就有云河争霸榜首奖励的 二十到金色零千没有动用 如此丰沛的资源 足以让他寄生真狐还有多余 无双大陆之行所获得的好处 还不仅仅只是战场印记中显示的战功 还有另外一样 对比而言 或许这个好处才是最大的 因为就在陆叶通过紫薇道工的门户 返回九州的瞬间 一道讯息便在心神之中炸开 那讯息之中包含的内容让他振奋又期待 搅失地 我先去修行了 李霸仙已经兑换好林迁 转头跟陆叶说了一声 陆叶收回心神 师兄自去 带李霸仙走后 他才迈不上钱 抬手按在面前的天机柱上 没有第一时间勾连战功格 而是勾连了天机宝库 每隔一段时间 从天机宝库中逃选一些起火和丹火 已成了他的习惯 只不过自从有一次花费大量功勋 将天机宝库的地心火采买一空之后 便很难再买到大量的地心火了 这一次运气倒是马马虎虎 算上各种起火和丹火 总共买了十几份的样子 花了差不多上万功勋 这些可都是天赋数的资量 因为缺少资量 天赋数上至今还有一道止路雏形 没有彻底点燃的灵纹 对那止路雏形的灵纹 陆叶心中还是很期待的 因为那样需要很多树叶 才能承载的灵纹都复杂至极 也必然能发挥大用 如他所掌握的飞翼 火凤凰都是这种类型的灵纹 再给琥珀买点腰丹 又是上万功勋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也是最让人期待的 正准备退出天机宝库 勾连战宫阁 陆叶像是想起了什么事 又连忙在天机宝库中搜寻起来 很快有了目标 是同营被狼的血肉 五千功勋 吞天牛莽的血肉 八千功勋 买了四块妖兽血肉 直接花了两万功勋 昂贵无比 而且这些妖兽的名字 陆叶连听都没听过 再看那些血肉 其中无不蕴藏精纯的力量 这些赫然都是真狐进妖兽的血肉 这个层次的妖兽已是妖帅级的了 并非陆叶如今能够接触到的 虽说有些肉疼 可如果自己的想法能行 或许以后会有不错的回报 战宫阁 陆叶心神默念 四周景色迅速变幻 紧接着定格 一闪厚重古朴的大门呈现在面前 透着古朴苍凉的气息 大门正上方 一块仿佛生锈的扁鹅横根 上书战功隔三个大字 而大门的门飞之上 还有两条蛟龙模样的存在 正闭眸沉睡 曲视陆叶的到来惊动了他们 两条蛟龙齐齐睁开树桶 丢利血腥的气息一面扑来 给人莫大的惊悚感 陆叶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自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甚至还有心情好好端详 这两条仿佛被嵌在门飞上的蛟龙 上次来去匆匆 也没仔细观察过他们 这次陆叶有意识地留意了一下 发现这两条蛟龙看似 没什么区别 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左边那条蛟龙额头中心处一点金芒 右边的蛟龙额头处则是一点银芒 金交银交 陆叶心中暗暗想着 见过两位前辈 陆叶公公敬禁地行礼 上次来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 绝对不能轻易得罪这两条蛟龙 这两家伙看似被封镇在这里脱身不得 但实力却是强大无匹 陆叶怀疑他们是妖王级的 都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可不管怎么说 战公格的大门是他们两个看守的 自己以后说不得要时常进出战公格 自然不好得罪他们 不但不好得罪 甚至还要跟他们搞好关系 别的不说 这两位在这里看守战公格不知多少年月了 必然知道许多寻常人不清楚的秘心 以后说不定有需要请教他们的地方 这小子又来了 左边的金交露出饶有兴致的神色 金色的树桐上下打亮陆叶 居然还活着 银交也口吐人言 上次陆叶过来的时候 他便说过 不知陆叶能不能偿命 似乎在他们看来 能进入战公格并不是什么好事 一般都意味着短命 而且还变强了不少 有趣有趣 金交的上半身从门中看出 在陆叶身边围绕 硕大的头颅几乎就抵在陆叶的脑袋上 口中蛇心吞吐 陆叶神情坦然 老两位前辈挂念 晚辈一切安好 还有了一点小机缘 所以实力小有长进 挂念 金交的眸中露出人性化的恶人神色 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缩回身子对银交道 他说咱们挂念他 银交开口 严格来说 咱们确实挂念他 挂念他什么时候会死 金交转头 看着陆叶可别死的太早了 我们之前打了个赌 赌你在三年之内死不死 陆叶好奇 谁赌我生 金交冷笑不迭 他赌你三年内必死无疑 我赌你能活过三年 陆叶汉手原来如此 唯一个赌他能生的 都是赌他死的 只不过时间上有长短 两位前辈如此雅兴 我也来掺和一手如何 哦 你也想赌一把 我赌自己能活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乃至更久 银交数同中弥漫着不善的神色 小子 既要参赌 你的赌注是什么 这些东西怎么样 陆叶说话间 将自己从天机宝库里买的四大块瘦肉取出来 以后我每次来这里 都会给两位前辈带点吃的 全当堵住了 区区小会 金交话没说完便合上了嘴巴 主要口水流的太厉害 想他们两交被困在这里数千年了 这期间虽有一些人族进进出出 可从来都是来去匆匆 没人想到要给他们带点吃的 他们也不可能去张口找人讨要 他们虽然深陷淋雨 也是要面子的 直到今日 几千年不曾嗅过血腥气 两交几乎忘记血肉的滋味是什么了 尤其陆叶此次买来的还不是反品 既是腰帅级的血肉 自然能引得他们食指大动 金交说话的时候 陆叶便已将瘦肉丢了出去 两交各取两块 口中咀嚼着 金交还含糊不轻地接上自己刚才的话茶 休想收买我们 不错不错 无 真好吃 银交在一旁蒙点头 陆叶面上挂着笑容 欣慰地望着这一幕 可以确定了 这两头蛟龙是活物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困在了这里 充当看守战功阁大门的门卫 此刻的他们哪还有方才的居高临下和兄弟残暴 浑然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 只想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刺大快瘦肉 几下便被胡伦入腹 银交眼巴巴的乔着陆叶 一副我还要的架势 金交虽没表现得如此明显 却明显也是一个意思 第848章云何久曾经与异变 陆叶当然不可能把他们喂饱了 以两交这般庞大的体型 真要喂饱他们 所花费的功勋必然极为庞大 这只是头一次尝试 以后说不得要时常进来 每次花个一两万功勋陆叶还承受得起 花的太多 他也扛不住 你小子 不错 金交开口 语气稍微和善了一些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吃人嘴短 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多带些 那点血肉 还不够打牙记 银交叮嘱 晚辈记下了 陆叶嘴上阴着 金交道 战功阁的规矩上次已与你说明 还记得吧 陆叶汉手 战功内的所有都只可自用 有关战功阁的一切不得对任何人透露 记得就好 金交说话间 缩回了身子 进去吧 两条蛟龙盘绕 很快化作一个同心圆 伴随着咔嚓一声响 战功阁的大门开启 陆叶迈步而入 诸多石台立刻印入眼帘 那每一个石台上都安置着一件外界寻常难得一件的宝物 上次进来的时候 时间不太充裕 因为当时他是在天机商盟中借用天机柱 身后还有许多人排队 陆叶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 并没有查探完全 这次在自己的灵地中 倒是没那么赶时间了 正好可以好好查探查探 略过上次查探过的地方 陆叶网站公格深处行去 一边走一边心动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极为珍贵难得 是天机宝库中轻易寻觅不到的 就拿那补鞘单来说 天机宝库中的补鞘单几乎已经受庆 可是在这里依然可以买到 有许多功效不一的一宝 也有许多高品质的法器 能被安置在这里的法器 无故是精品中的精品 陆叶甚至看到了一柄顶尖法器级别的长刀 凭他如今的身价 自然是可以买得起的 但陆叶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他有盘山刀就足够了 哪怕盘山刀的品质不如那一柄 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在往深处行去 陆叶诧异的发现这边的石台上 具都被朦朦的白光蒙罩 让他看不清内里虚实 自然也无法分辨石台上摆了什么东西 略以沉吟 陆叶怀疑是自己修为不足的原因 所以才看不到那些石台上宝物的真面目 如此看来 想要看到更多的好东西 还得努力提升修为才行 将自己能看到的所有宝物都大致浏览了一遍 心中有了数 陆叶快步走到一座石台上 抬手便朝石台上的宝物抓去 宝物入手 战功却没有被扣除的迹象 却是这一趟无双大陆之行的额外奖励 在陆叶通过门户返回云和战场的刹那 他就得到了天机的指引 他拥有一次在战功阁内随意选取一样宝物的资格 即使随意选取 自然是无视价值高低 他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这个额外的奖励 应该是天机表彰他在无双大陆中的所作所为 此根天机柱 除了交给影无极安置进须弥山的那一根 其他的全都是陆叶亲自安置下去的 更不要说寻觅秘境的位置 想办法进入各大秘境 都是麻烦事 而且在九州天机与无双大陆建立起联系之前 陆叶也斩杀过不少失足 这些可都没被统筹进战功内 这种种辛劳付出 天机自然不会无视 所以陆叶这边得了一个在战功阁内随意选取一件宝物的资格 至于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额外奖励 陆叶就不知道了 即便是有 应该也只是额外增加一笔战功 不会如他这样 将这一份额外的奖励入手 陆叶心头安全感大增 这才卖部来到安置金色灵签的十台前 兑换了十道金色灵签 钻上他原本拥有的二十道金色灵签 如今他手上的金色灵签足足三十道 这样的财富 说他是云和第一绝对没问题 哪怕是那些真弧镜 也未必能一次性有拥有这么多金色灵签 晋升真弧 妥了 如此一来 自身战功就只剩下四万六百七十二点 没有消耗一空 主要是考虑留一点战功备用 说不定以后有需要用到的地方 该拿的奖励拿了 该兑换的也都兑换了 陆叶施诗人走出战功阁 在两条蛟龙的注视下 身影迅速淡化 隐约间听到银交让他下次早点过来的声音 返回自己的木屋 陆叶先是催动天赋树的力量 吞噬了这次买来的起火和丹火 眼看着那些树叶的色泽又变得明亮一些 却依然没有要点燃的迹象 不免失望 对这一道将出未出的新灵纹 陆叶还是很期待的 但天赋树上的灵纹 非得承载其的树叶全部点燃了才能查探 如今这状态不上不下 就让人很难受 手中虽然还储备了一些地心火 但那是陆叶留着应急用的 万一有一天天赋树的燃料不足 自己又陷入了什么恶劣的环境中 这些地心火就能派上用场 而且就算吞噬了那些地心火 看着架势也没办法将那些树叶彻底点燃 只能留待日后 秋行修行 陆叶收敛心神 滴喝了一声 将三十到金色零千全部取出 放在面前 这么多 一一惊呼 金灿灿的光芒 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照就在己身上构建一个各具零小漏斗 陆叶这才拿起一根金色零千捏碎 金色的粉末旋转着 化作一个漩涡 自那漩涡之中 立刻有大量精纯的灵力涌将出来 将陆叶所在之地包裹得严严实实 那些灵力充沛 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却没有丝毫一散 只凝聚在陆叶身旁三尺之内 在距零小漏斗的牵引下 被迅速吞噬 转化为陆叶强大的资本 陆叶盘膝端坐 心神沉静 映照龙腾界的残破本源 他就不信了 映照不到一个修行刀术的强者 一根金色零千能够维持的时间 差不多有一天一夜的样子 当林谦的功效耗尽 金色漩涡消失时 一一便再取出一根来捏碎 陆叶本身有距零小漏斗辅助修行 所以根本不需要他操什么心 只专注自己的诗即可 时间流逝 一根根金色零千被不断的消耗 直到某一日 陆叶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赫然发现自己 已经不知什么时候 寄生云和九层镜了 而眼前的金色零千 才只消耗十几道的样子 对比其他修饰而言 借助零千修行 陆叶有太大的优势了 因为动用零千持续的时间是固定的 在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内 同层次的修饰中 没有哪个修饰获得的好处 有陆叶这般庞大 那一个歌剧灵小漏斗 源源不断的吞噬着 从金色漩涡中涌出的精纯灵力 单纯一个小漏斗 发挥的作用自然不会太明显 可陆叶每次在自己身上 构建的小漏斗 都合了大周天之术 那种效果就极为可怖了 这也是他在云和镜这个境界中 实力能突飞猛进的最大原因 同样的一道金色灵迁 对比而言 给他带来的好处 甚至是别的修饰的两倍 三倍乃至更多 哪怕有一一和琥珀 跟在一旁一起修行 也不会分润他该得到的 云和九层镜 距离真虎止一步之遥 陆叶心情波澜不惊 只稍作查探 确定自身的晋升没有任何隐患 便再次沉浸在龙藤界的本源之中 金色的灵迁继续减少着 陆叶每隔两三日都会醒一次 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会忽然晋升真虎 离开云和战场 他准备在距离真虎 近最后一步的时候停止修行 林地的扩张应该已经完成了 他之前布置的诸多阵法笼罩范围虽然庞大 可随着林地的扩张 也需要做一些改动 在离开云和战场之前 这些事都得完成 可人算不如天算 陆叶也没想到 自己计划好好的 偏偏就横生了波澜 再回到林地足足一个月后 正映照龙藤本源 跟随龙藤界某一个时间段 一位强者修行感悟的时候 心神忽然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他立刻反应过来 是外界出了什么事 映照本源的过程中 是随时可以中断的 这点路也已经确认过了 所以在意识到外界 可能出事了之后 他立刻冲回心神 睁开了眼睛 身旁依依也终止了修行 正一脸愕然的望向四周 陆叶转头看去 眉头不经皱起 因为入目所见 极为离奇 这里是他的木屋 屋内陈设也极为简单 可现在看去 屋内的景色好像重叠了 另一幕模糊的景象 那模糊的景象变换不断 让人看不真切 眨一眼看过去 就好像有另外一片 时空与己身所处的 时空重合了一样 非但如此 陆叶明显感觉到 有一股排斥的力量笼罩着自己 这种排斥力很熟悉 他当初在灵溪战场 寄生云河的时候 就曾经感受过 而随着他寄生云河之后 那排斥力也扩张到极限 直接将他送出了灵溪战场 所以在察觉到 这熟悉的排斥力之后 木叶第一反应就是 自己快寄生真弧了 可他细细查探 分明不是 他现在的情况 距离真弧虽然不远 却还没到寄生的时候 还有 这模糊的仿佛时空重叠的景象 是什么情况 第849章 陆师兄 又见面了 外面些许动静传来 因是李霸仙等人也被惊动了 陆叶连忙起身 推门而出 正见到李霸仙等人抬头望着天空 神色震撼 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 陆叶的表情也不由一呆 只因天空中的景象 比起木屋内更显离奇 视野所及 一块巨大的浮路横更虚空 那浮路距离地面应该还很远 却已经显得遮天蔽地 就连天空中的裂羊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 在整个云河战场之中投下巨大的阴影 这一瞬间 几乎整个云河战场的人 只要抬头 都能见到这浮路的恢弘 那浮路看起来并不完整 似乎是更恢弘壮阔之地的某一部分 而让人感到惊悚的是 这浮路正在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 朝云河战场压迫而来 时空重叠的异象 便是由此而产生的 很难想象 如此磅驳巨大的一块浮路 怎么会横垫在虚空中 更难想象的是 这样一块浮路若是落在云河战场上 会引发怎样的天灾 此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陆叶宁生问道 不清楚 李爸先摇头 他看到的东西并不比陆叶多 方才他也在修行之中 惊觉有意 出来查探 不管怎样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小失地 先回九州 李爸先转头看向陆叶 陆叶感受着四周越来越明显的排斥力 汉首道 这情况是非得回九州不可了 那排斥力 显然是九州的天机在运作 不单单是他 所有在云河战场上的修饰 大抵都要被排斥出去的 所以哪怕有人想留下来看个究竟 应该也不能如愿以偿 今天的意变让回天谷的狼群也躁动不安 但陆叶等人可以返回九州躲避 可这些狼群却是没办法离开云河战场的 他们生于云河战场 大多也都会老死在这里 除非能得某个修饰青睐 将之生为宠兽 地结宠气 如此方可随修饰一同进出云河战场 若只是一两只妖狼 陆叶等人还可以将他们带回九州 但眼下灵地中汇聚的狼群已超过三百只 这般庞大的数量根本带不走 而这些妖狼作为灵地的天然屏障 对日后守护灵地是有难以取代的作用的 此时看出了陆叶心中的忧虑 李爸先道管不了他们了 而且我总感觉 这并非什么天灾 天机应该自有应对 陆叶汉手 这样的局面若真是天灾的话 那除了能返回九州的修士门 整个云河战场恐怕再不会有活物 甚至连一座座城池都要化作乌有 两人正说着话 四周无形的排斥力忽然又变强了许多 陆叶的视野不由一阵颠倒旋转 意识到自己已经排斥出云河战场了 在回神时已出现在九州本宗的天机殿内 身旁两道身影突兀显露 一个失去甲 还有一个是才分别不久的花瓷 如这样被排斥出云河战场的修士 都会出现在自家宗门的天机殿内 花瓷此刻也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 塞帮子鼓鼓的 忽然回到九州 让他一脸茫然 连忙将口中之物咽下去 茫然道 陆叶发生什么事了 不清楚你们怎么全回来了 水渊的声音响起 却是察觉到陆叶等人的气息 前来查探 自尽声云河境 入了云河战场之后 就只有陆叶前后回来过两次 花瓷与巨甲一直都停留在云河战场内 此刻三人齐齐现身 自然让水渊诧异 二师姐 三人各自行礼 云河战场那边出了点情况 陆叶开口解释 将之前的异常详细到来 二师姐可知那福禄是什么 为何我们会被排斥出云河战场 水渊惊奇 有这种事 固然若有所思 你这么说的话 我以前好像听老头子说过类似的情景 不过当时他随口一提 我也没有多问 不如去问问老头子吧 他年纪大 应该知道些什么 陆叶汉手 我这就去拜见掌教 肩不忙 嘴冤微微一笑 老头子那边有客人 等一会吧 陆叶顿时心虚 该不会是掌教他又去掠了哪家的弟子吧 以前尝过一次甜头之后 最近几年掌教这种事没少干 如今整个滨州各大宗门 弹起碧穴宗堂一风就直摇头 掌教多年以来辛苦经营的德高望重的形象 早已在滨州修行界崩塌殆尽 如今提起唐一风 俨然已经可以跟强盗两个字挂钩了 一般的强盗抢财 唐一风抢人 导致如今滨州各大修行宗门收入弟子都偷偷摸摸的进行 再不敢大张旗鼓 掌教的魔爪甚至伸到了与滨州相邻的几个州路去了 掌教如此付出 这才换来如今碧穴宗在林西境层次上的欣欣向荣 资质顶尖的天才比比皆是 嘴冤失笑 自被云夫人抓了壮丁之后 老头子便没功夫外出了 那就好 陆叶长呼一口气 转头时 正看到巨甲手贴在天机柱上 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大概是想试试能不能进云河战场 那边出了异便 狼群却留在了林地 让他颇为担心 刺师兄说了 那应该不是天灾 不要太担心 陆叶宽慰一声 巨甲闷闷地点头 也不说话 老头子那边应该聊完了 走吧 水渊神色一动 有所察觉 他如今是神海静大修 感知上自然要比陆叶等人敏锐得多 随着水渊走出天机殿 奔向一世大殿 来到殿外等候着 便听得掌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小友可要考虑清楚了 兵州地界 我必须忠实丹利姑 其实并不适合贵宗衣附 若是小友有意的话 我可帮忙推荐几家顶尖宗门 别的不敢说 老头子这点薄面还是有的 另一人的声音响起 晚辈想得很清楚了 来到九州之后 也是直问你老这里来的 别的宗门或许真要比贵宗强大 但本宗上上下下 只认一人 只认贵宗 此前种种 晚辈毫无隐瞒 你老应该明白原委 两人应该已经谈完了事情 正一边走一边朝外行来 既如此 那就选个良辰吉日 昭告兵州吧 多谢唐宗主成全 殿外 陆叶的表情忽然变得极为古怪 因为殿内传来的那个声音 好像听着有些耳熟 站在他身边的花瓷也露出 压然神色 拿手指戳了戳陆叶的腰间 低声道 我是不是听错了 我也这样想 水渊一脸茫然 你们在说什么 陆叶还没来得及回答 掌教已从殿内脉布而出 放眼望去 掌教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很容易让陌生人生出好感 陆叶当初第一次见到掌教的时候 便觉得这老者是个可信之人 继而对他求救 而跟在掌教身边的 还有另外一人 英姿萨爽 女扮男装 不失女子的柔美 却又有男子的刚强 矛盾的融合平天一样的气质 眸光抬起 正对上陆叶满是惊恶的眸子 微微一笑 陆师兄 又见面了 花瓷长长的眼睫毛眨啊眨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敢相信会在这里看到这个人 陆叶同样经得无以复加 一时尽忘了跟他打招呼 怎么 见到我 师兄很吃惊吗 能不吃惊吗 庞公主怎么会在这里 陆叶不解 在他之前的想法中 无双大陆应该会成为九州的一处秘境 可以让云和静修士进入其中历练之类的 所以他从来没想过 庞幻英居然会出现在九州 而且还来到了碧雪宗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 无双大陆那边已经有天机住了 九州的天机也建立了与那边的联系 九州修士既然可以去无双大陆 那么无双大陆的人应该也可以来九州才对 从今以后再没有无双大陆 我们也是九州的人了 庞幻英笑着解释 显然在看到陆叶这幅模样之后 心情很不错 什么意思 陆叶听得糊涂 怎么说呢 庞幻英略作成吟 开口道 在你们走后 我便得到了九州天机的指引 询问我愿不愿让无双大陆并入九州之中 我当然是愿意的 然后做了一些努力 整个无双大陆便朝九州这边迁徙过来了 这一段旅途很奇幻的 师兄想听的话 我回头慢慢讲给你 迁徙 陆叶如听天书 那是一块残破的大陆碎片 又不是什么人 怎么迁徙 但他很快有所察觉 云河战场上空的那块巨大浮路 是无双大陆 一旁花瓷也恍然回神 若是如此的话 那就解释得通了 天机的指引是这么说的 因为无双大陆的本源残缺 所以没资格融入九州本土 只能融入云河战场中 待融合完成后 云河战场上的任何修饰 都可以随意前往无双大陆了 至于要怎么融合 我不清楚 我是得天机的允许 先行一步来到贵宗的 而且他是直接出现在了碧血宗的天机殿中 显然是天机给他行了方便 否则他一个无双大陆的人 哪里能这么快找到碧血宗来 第850章 戒域融合 当时旁幻音突兀的出现在碧血宗本宗的天机殿的时候 水渊还以为有什么外敌入侵 好在旁幻音的修为不高 被他第一时间拿下 戒域融合 一直默不作声的长教忽然开口 陆月连忙行李 在虚心请教 长教 如此说来 云河战场上空忽然出现的浮路 果真是无双大陆 着实有些梦幻 无双大陆的是获得九州修士门铲除 这才一个月时间 无双大陆竟已清洗到云河战场了 这其中必然有天机运作的手笔 绝非旁幻音说的那么简单 至于天机动用了什么手段 将那么庞大的一个介域碎片清洗至云河战场 那就不是陆月能弄清楚的了 甚至就连旁幻音也未必知晓 长教伸手抚须 应该没错了 我的师尊曾便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长教如今多大岁数 陆月并不清楚 至于他的师尊 那就是更加久远的人物了 据说云河战场一开始其实并没有那么庞大 都是融合了一处处破碎或者残败的介域 逐渐扩张而来的 包括灵溪战场也是 整个云河战场有多大 陆月心里还是个模糊的概念的 比起无双大陆 那绝对要大上百倍不止 他也曾经想过 这么庞大的一个战场是如何诞生的 但也只是想想 并没有深究 他曾以为那是天机割裂九州的一部分行程 可现在看来 好像并非如此 灵溪战场乃至云河战场的诞生扩张 都跟如无双大陆这样的残破介域息息相关 戒域与戒域之间的融合 并非意识 也不是简单的地域扩张 整个过程或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你等云河进修士 就不适合留在云河战场了 这也是你们被排斥出来的原因 陆叶恍然 那云河战场本身诞生的妖兽呢 巨甲立刻支棱其耳朵 专注倾听 表情紧张 掌教道 融合的过程中天地淋漓激荡 修士们不适合留在其中 主要是对修行有碍 其实并没有性命危险 所以那些本土诞生的妖兽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 顶多受些惊吓 听掌教这么说 一旁紧张的巨甲才放下心来 也就是说 最近一段时间 云河战场是进不去了 陆叶问道 不错 短则十天半月 长则数月 方可稳定下来 陆叶微微汗手 他如今云河九层境的修为 手中又剩有不少金色灵迁 不管是在云河战场修行 还是在九州修行 都没差别 唯一可惜的是 他没来得及重新布置灵地那边的大阵 灵地的扩张早已经结束了 由原来只能容纳数人的小型灵地一举跃升到可以容纳百人的大型灵地 此前布置的阵法自然是要做一些更改或者重新布置的 他本想着等自己修行至云河境巅峰 准备离开云河战场的时候再处理这些事 谁知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无双大陆跨界迁徙而至 就连庞幻音这个紫微道工之主都出现在了碧雪宗中 庞小友 你既与一夜相熟 那就由他引你去查探查探吧 澳山地界广博 凌峰诸多 再容你一家道工没太大问题 掌教发话 如此就多谢唐宗主 庞幻音行李 转头看向陆叶 俏皮地眨了眨左边的眼睛 有劳师兄了 陆叶不解 这是要做什么 掌教道 庞小友要在九州开宗立派 不过他那边的情况一夜你也知晓 听说还是你们去了无双大陆帮他们解决了麻烦 他们在九州这边毫无根基 所以便想拜本宗为上宗 此事老夫已经允了 你便领他去寻西凌峰 当作开宗立派的根基 也算是我碧雪宗的贺礼 陆叶这才明白庞幻音来此的目的 所谓上宗下宗 在九州这边并不稀奇 许多刚刚创建的宗门 都会选择附近的强大宗门 作为依附的对象 如此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上宗的支持 弟子们出门在外 也能得到上宗修士们的援助 不至于单打独斗 两者的关系 有点类似从属 最近一个跟碧雪宗有上下宗关系的 正是丹心门 只不过当初是上宗强大 现如今反了过来 丹心门二品 碧雪宗却是落寞如斯 无双大陆被天机动用某种离奇手段 迁徙至云河战场了 日后也再没有无双大陆 它只会成为云河战场的一部分 而无双大陆中的修士 自然不可能一直留在那边 他们以前受天地所限 只能修行至云河境巅峰 无法窥探下一个境界的奥秘 但对任何修士而言 更高的境界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所以无双大陆的修士终究 也是要走出云河战场 来到九州的 紫薇道工的人经历之前一战 数量不减反增 主要是吸收了大批钱来支援的据点修士 这些人寄来了 那就是九州修士 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旁幻音就必须在九州开宗立派 重新创建紫薇道工 除非他愿意解散道工 让道工修士各寻出路 迁徙的路途中 旁幻音从天机那了解了九州很多事情 有了重建紫薇道工的决断 便立刻先行一步 借天机支柱 直接来到了碧雪宗 原本掌教对这种事是比较排斥的 毕竟有过担心门的前车之见 可是在听旁幻音详细讲述了种种原委之后 掌教又改了主意 凭他的眼力 岂能看不出旁幻音的天纵之姿 在无双大陆那样的残破界域中 其在云和静的成就便丝毫不逊与风如烈等人 若他真的出身在九州 那底蕴必然更强 而且作为过来人 掌教还察觉到这女子对陆叶似乎有不错的观感 再加上碧雪宗如今中层萧条 未来想要发展的话就必须得考虑更多 若是收下紫薇道工作为夏宗 这个短板倾客兼便可补权 不必等待自家弟子慢慢成长了 而紫薇道工这边缺的是顶尖强者坐镇 两家宗们正好可以互补 不过掌教为人正直 身为神海敬大修 也不曾对庞幻英有半点欺瞒 谈话兼已将碧雪宗的现状详细告知 更劝说庞幻英可选择其他的大宗们作为上宗 甚至愿意牵线说相 庞幻英自然是拒绝的 正如他之前所过 他这趟来九州 只为义人 只为碧雪宗 其他的全都不做考虑 如此便敲定了紫薇道工开宗立派之后 拜碧雪宗为上宗的事宜 既要开宗立派 那肯定是要选定一块地盘作为宗门根基的 兵州地界广袤 是和开宗立派的地方不少 但掌教的意思显然是将奥山化出一部分 来交给紫薇道工 作为他们在九州安身立命的根基 这也无可厚非 奥山很大 哪怕是最鼎盛时期的碧雪宗 也没能误尽其用 容纳两个宗门共处 其中自是没有问题的 陆叶愕然 这短短时间内 诸多离奇之事接连发生 便是以他的心性 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师兄 旁幻英见陆叶诗神 轻轻喊了一声 陆叶这才汗手 跟我来吧 言霸冲天而起 随意寻了一个方向略去 旁幻英微微一笑 紧随而去 水渊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 若有所思 又扭头看了看一旁的花瓷 师妹不跟过去 花瓷温柔一笑 我跟过去做什么 水渊语重心长 师妹 下手要趁早啊 晚了就来不及了 师姐说什么呢 你别装糊涂 师姐 正好最近有空 我有些医术上的问题想要请教 花瓷打断水渊的话 上前挽住她的胳膊 这倒不是假话 其实很久以前 花瓷就想跟水渊讨教一下艺术上的东西 只不过一直都在紧锣密鼓的修行之中 不得机会 这次云和战场出了问题 所有修士暂时都无法进入其中 倒是一个天赐良机 他得到的传承中 虽然也有异的部分 但最主要的还是毒 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 自己是个一修 还有一个时常会受伤的人 需要他来照顾 两女离去 留下长教和巨甲大眼邓小眼 对这个体型魁梧的弟子 长教其实是很看好的 因为他早就瞧出巨甲的天赋异禀了 只不过巨甲的性格木讷 再加上他总共在碧血宗本宗也没带过几天 所以长教对巨甲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了解 便准备询问一下巨甲修行上有没有什么困扰 世人只知碧血宗唐一封是个强大的法修 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是法体双修 指点一下同为体修的门人后背 自然是没问题的 除了他话还没开口 巨甲便对他行了一礼 然后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长教一脸惆怅 讲他堂堂碧血宗长教 曾经也是呼风唤雨般的人物 混至今日 竟是连指点门人弟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怎是一个凄凉 耳畔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老不死的 还不赶紧过来 掌教一个机灵 连王朝明心风那边掠去 同时急急回应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感谢观看